各位朋友大家好 謝謝大家來到今天下午的哲學會星期五 那我要先介紹一下就是今天的講者 我們很開心的就是請到今天 那個聯擦這個叫做歸時間 他的民宿主人 那個應景雅之馬薩薩 然後他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說他怎麼樣開始這個民宿 然後怎麼樣就是加入 所謂城鎮轉型這個活動 全球性的一個活動 然後他在經營這些過程裡面 他有怎麼樣從一個外來者的角度 然後在這個社區裡面 慢慢去極如瞭解 產生一些人跟人跟人跟這個地方的一些理解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會有一位我們的就是翻譯那個李佳琪先生 然後他今天會擔任我們的翻譯 那我先就因為我知道就是 MASA長他有準備很多的那個POP 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他 那如果說在這個中間的過程中 大家有可能想要問的問題的話 請不要客氣 就舉起你的手 然後就是我們就可以現場一些 就簡單做一些回答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現在先請MASA長 謝謝 大家好 我是POP 我是POP 我叫MASA 我是POP 我第三次台灣來 也是我的第三次 我很喜歡台灣人 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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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很喜歡 分享你們 對 你們 台語 在台灣的本子 出版 出版 很好 第一次 前面 之後 是 誰か要聯繫してくれる人いませんか? 手伝ってくれて 今日開発的活動ができました 僕は仕事演出で来ていますので 心の中で本当のメッセージを 皆さんに伝えたいと思って来ていますので これで一件事件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はい、じゃあ始めましょう 今日の内容をこの1234で進んで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今日我跟大家分享的順序 就是来到团園面上面講的1234的順序 講下来 最初に自己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僕が旅行を始める前にどんな人生を過ごしてきたのかという その原点をちょっとこれから話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首先開始 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主要就是说 在開会時間之前 我的人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是 是 是 私の中生を続けたのかという 私たち寮生を出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私たち寮生を出しています 今は46歳に私たち寮生を出しています 私たち寮生を出している 這個世界怎麼變得越來越奇怪 例如 孩子的時候很純粹 純粹的感覺 大人說 戦亂不太好 為什麼 平和大人 為什麼 戦亂不太好 其實我小時候 大家年輕的時候 不是應該都有一個純粹的心嗎 就是會覺得說 明明大人說 戰爭不好 和平才是好的 那為什麼其實 世界上還有這麼多 戰爭 在一直發生著呢 那世界上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貧窮的人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貧窮的人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貧窮的人 那這些貧窮的人 跟富窮的人 大家為什麼會有辦法 好好地相處在一起呢 那我因為想要了解這個世界的結構 想要了解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成長的 那跟經濟有關 就跟那一位小姐一樣 就是我自然大學的時候就考上了經濟學的學系 但是在大學裡面就完全沒有學到關於這個世界的結構 甚至跟資源像完全不一樣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學畢業之後就變得有點不知道 然後一起過來到底可以做什麼 那就是在摸索的情況之下 他去了柏爾擔任教育職工 那他在加德馬都當了半年的職工 他覺得他自己的世界好像已經被打開了一樣 然後他也發現了就是 原來世界上有跟日本這麼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那他想要再認識一個比尼波爾 接觸到今年更加多的經驗 所以他開始決定去環遊世界旅行 ちなみに僕の写真どこにいるか分かりますが 我幫你寫一個人 是在馬來的 尼波爾西德文 一般的 像是在馬來的 像是在馬來的 他在馬來的 那是馬來的 29年的時候 那是馬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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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萬元 那是馬來的 那是馬來的 那29歲的時候他就是帶了150萬的日元 就是從日本開始去做完世界的旅行 那就像大家看到的那個路線 他去的都不是一些已經完全發展的國家 都是一些發展中的國家 其實這是他第一次一個人去旅行 那一開始雖然很緊張和不安 但事後會想會覺得說 這實在是非常快樂的一次經驗 旅行出的事是非常勇氣的決斷 那像這樣撞有世界是不是需要一個非常勇敢的決斷 一応社會人として働いて そういう人間関係と ありましたし 一度社會から外れてしまったら 元に戻れ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不安があった 那這份不安其實就是來自於說 其實我們出社會之後 會有一些固定的一些人際關係 或者是一些社會意味 或者是社會關係等等 那一旦去旅行 這樣這麼長時間出去的時候 能夠再回來的時候 再能夠重新找回那樣子的關係 他現在覺得非常的不安 對 でもやっぱり若い時に行かないと 今行かなければ もうきっと 次の決断はできないだろうと思って 勇気を持って一歩踏みました 最後他就覺得說 那現在不去那 什麼時候去呢 最後一提起容器就上路了 大阪から船で上海に向かったんですけど 日本から離れて すごく自由になって 最高に幸せな気分だったんです 那從大阪大船出發之後 其實就覺得說 感受到自由的氣氛心裡 感到很愉快 それまで人生が不幸だったわけ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 なんかリセットボタンを押したような気分で また楽しい人生始まるような気分で また楽しい人生始まるような気分でした 雖然這之前的人之前 不是說真的非常的不幸 但是好像在船上的時候 就覺得他們自己按了一個 リセット的案件從中開始了 旅から半年以來 絕った時 ちょうどギリシャまで あの店に行ったんですけど ロギリシャで30万円 泥棒に取られていて ファーアバンジュン 就是從大阪一直到希臘 那他在希臘的時候 身上30万的現金就是被偷走了 それに気づいたのが もうトルコに戻ってきた イスタンブールについてから それに気づいたので もうどうすることもできませんでした それに気づいた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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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ちろん 30万円は 全体の一部だったので お金は残ってましたけども これで世界一種できないな ということは分かっちゃって 落ち込んだんですね ベトゥー30万円 雖然身上盤盛 もちろん でも その時点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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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に気づいた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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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週間くらい イスタンブールに ダナナを過ごしていたんですけど ずっといても やっぱりお金もなくなるので もう行けるところまで行こう という風に 頭を切り替えて すすぐ 出発しました その時点で 就差不多有三個星期就一直在那裡一直探訪 那後來他是覺得說 那一直沮喪也不是辦法 就是要踏出下一步繼續往下一個地方去 那他就重新整理了心情 然後重新抒發了 那因為身上的錢一身不多 所以他現在就是覺得說 為了要節省 他就去了一些比較小的國家 那就是大家車後就經過シュリア的時候 就是被放在一個四方人百里都沒有人的地方 那就是那個地方 那我走得中心深的場所 但是就是因為被放在這樣的狀況裡面 他反而覺得說他自身體裡面有一些能量裡面不覺得有了出來 那就是接下來他就會遇到非常多俄文 接觸到非常多不同的經驗 那這些都是他之後在看演出的一些技術 接觸到不同的文化然後接觸到不同的傳統 那自己的世界也就越來越的感到感到的開闊 結果的僕は2年アフリカにいたことになるんですけど アフリカはすごくシンプルな生活をしている人たちが多くて そこからも沢山のこともなりました 那他最後在非洲待了2年 那非洲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原始的大陸 那他在這邊其實學到很多的事情 日本は先進国ですごく便利な社会なので やっぱりそこないものなんてないんだろうと 最初そういう目で見てたんですけども 日本にないものもアフリカにはありました 那因為他是來自於日本這個先進国家 那其實大家非洲一開始的時候 會覺得說 那什麼這個也沒有 那什麼那個也沒有 覺得很不方便 那後來他才發現說 有些東西是這邊有的 但是日本沒有的 例えば アフリカの人たちは 日本の人たちみたいに忙しくないから すごく人と人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豊かでした 那北中的人民不像日本人那樣子的忙碌 所以他們其實有很多的時間在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跟對話 笑顔も 子供くら大人まで みんなすごく自然な笑顔をしてました 那不管是小孩子還是大人 那其實都很自然的就能夠掌握他們的笑顔 幸福っていうのは 比べるものじゃ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ど 日本で一生懸命年便利とか 快適さを求めて 忙しくしてる生活よりも 実はそんなこと頑張らないで 貧しくても仲良くしてる アフリカの人たちは 幸福なんじゃないかな っていう風に思っちゃってるんですね 或許幸福是不能過去比較的 但是比起日本 像是每天這麼忙碌 忙碌激激激激激 在過生活的人來說 其實他覺得非洲的人 看起來還比較幸福一點 日本にいた頃やっぱり 電流だけ便利にすること より快適な暮らしをすることが 幸せの道かと思ってましたけども いやそれはちょっと違うかもしれない やっぱりシンプルに暮らすことの方が 大切な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のが 僕の旅の結論でした アフリカの人はね やっぱり大地と暮らしているから すごく強いし美しいんです 非洲的人民 因為每天都跟大地生活在一起 所以其實在他眼裏面 看起來非常強潤 也非常美麗 これ比べてみてください 右の方 エチオピアの奥地場面 ある女性なんですけど 最初としてもちょっと 落っぱい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これ姿勢の美しさ 笑顔の美しさ ちょっと注目して教えてください 對 因為他一開始 在那個村子裏面 看到全裸的女性 覺得非常的不習慣 胸部這樣反応出來 但是後來他懂得 去欣賞 他們的這種 女性的那種美 姿態的美麗 僕も日本から 残り立つくまでに 服がボロボロに出ちゃって なぜ服から水汚れてるのもあるんですけど 疲れてて 顎も早く出ちゃって 姿勢もあんま良くないですよね 他經過長時間的旅行 大家看到他的衣服 其實都會 破破爛爛的 衣装件 みたいな 那其實 看看他們 看看他 你直接 生活在那邊的 能力的 真理的姿態 或生活的姿態 みたいな だから僕は 日本で パソコン使ったり 携帯使ったり しながら なんか強くなった 気持ちでいたんですけど 実は 本当にそういうのは やっぱりこういう 大地と共に暮らす人 なんだな っていうことで なんかこう 勝ち負けじゃないんですけど 負けたい 自分はすごい 弱い存在なんだな っていうことに 気づかされました 那在日本的話 其實 在日本生活的話 其實你會覺得說 有電腦 或是有手機 自己就變強了 但是他在那間 跟這些 在大地身上生活的人 一起 之後 他發現到說 其實原來 他比這些人 都還要更微弱 はい で ジンバクエという国 ですね 辿り着いた時に ゲストハウスで なんか遠くから 綺麗なところに 気づかれていました 他到了 清巴維這個國家 他出了一個民宿的時候 他聽到了 非常美麗的音 それが こちら 日本でやったような歌 なんですけど 日本でやった 文字請 はい せっかく持ってきます ちょっとね 一分ぐらい ちょっと聞いて 皆さん 鎮定一下 はい いい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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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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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